我這一次開發的這個產品 跟一般的面膜不一樣 利用一片面膜 直接導入皮膚 瞬間讓你全部吸收 我是第一次看到石墨烯面膜 是嗎 石墨烯它最強的就是 它是諾貝爾的黑科技 而且我裡面還添加了 鑽石粉 白松露 然後還有白金的成分 更添加了抗氧化 美白 甚至讓你一吃到皮膚 就完全都吃進去的效果 這樣聽起來很華麗 它還可以做到最基礎 就是把裡面有效的成分 瞬間導進去 它是 而且它的好處是 它裡面會釋放遠紅外線 跟負離子 相對在你導入成分之後呢 所以像我這種 已經快要奔舞的年紀 你奔舞 對 它本人皮膚真的很好 所以我開發出來的產品 也要所有的女人用過 都跟我一樣皮膚很好 水 好 其實石墨烯它是沒有電阻的 它是 它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導體 它又具有竹炭的功能 也就是說把好的導進去 對 把壞的排出來 對 好 不如我們來做一些實驗 很多人在敷面膜的時候 還會同時用什麼 增臉器 或者是會用導入儀 可是這一片石墨烯 它可以抵過這兩個功能 一敷上去的時候 它會促使你的毛孔立刻升溫 你的毛孔就會打開 那你裡面有效成分 瞬間壓進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馬上吸收 對 所以我一片石墨烯 等於這兩個機器的導入功能 好厲害 那我現在要做一個實驗 是我跟它排的面膜做比較 我現在拿兩個電燈泡 真正有沒有導電的效果 就靠這一次了 來 重時間 我現在先做它好了 對 沒有了 代表 你看 剛剛小禮哥講的 它有一個導電的功能 對 它可以瞬間 這個皮膚裡面 你吃不吃得到面膜的營養成分 就是靠這裡 另外這一位美媚正妹的 我同樣用燈泡 它排的 你看 沒有辦法做導電的功能 所以你裡面 就算給它萬元的營養成分 它一樣吃不進去 這一片面膜就浪費了 所以石墨烯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立即瞬間的 導入到你接觸的地方 像你昂貴的保養品 可以瞬間吃到你皮膚 你的皮膚就可以焕然一新 而且它的效果 可以持續一整天 我剛剛自己帶敷的之後 我自己覺得滿有感的耶 有感的 顏色是不是有差 真的有差 皮膚變亮了 我真的是氣死了我 為什麼不兩手都